幾個常見的檔案 第一個是逗號 也就這個地方後面 分格符號是逗號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這邊也是文字檔 你可以把它打開 這個叫定位點 OK如果說你假設要 把資料放到Excel 那他目前他不是Excel檔 可是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到Excel檔 並且拿來使用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 開一個空白的Excel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告訴大家說你這個檔案 我是把它放在 我的桌面上 桌面上的位置 OK 所以呢我就 要把 這個 逗號的檔案 假設 我要把它 拉到 什麼呢 Excel裡面用的話 有兩個方法 可以達到我要的目的 第一個的話呢 不過我比較推薦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 在檔案裡面 有一個開啟就檔 好那開啟就檔的話呢 你直接跟他講說 我的東西是在桌面上 我是放桌面 桌面上面有一個叫 我的進階的那個範例 進階範例裡面呢 我有一個檔案 不過你會發現 打開之後呢 因為他的預設的格式 他是用Excel 所以你會發現 他無法開啟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有個地方 必須要修改 就是你開啟就檔的時候 然後呢 你要把什麼呢 把這邊有一個什麼 所有的Excel檔的 這個選項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裡面有 TST的 所以 TST哪個有呢 你可能要往下看一下 有沒有 TST的那個 檔案格式 可以公開啟 有沒有文字檔案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做開啟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所有檔案改成那個文字檔案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開起來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 那我們先利用什麼 逗號這個來做練習 開啟 那 接下來特別注意 你的那個編碼方式 馬上變亂嘛 為什麼因為他預設好像 會判斷你是越南文 其實不是喔 所以你一定如果你用這個越南文 你進來一定全部變亂嘛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那個繁體中文的這個選項 所以往下找 繁體中文 如果繁體中文你也不要選錯 這邊總共會有四個 那記得選 Big5這個 OK 其實如果你選錯了 你會把CNS CNS變這樣子 以天的話變這樣 亂嘛 有沒有 Mac變 Mac也可以 OK 所以Mac好像相容 所以 我們基本上 我是建議啦 一般習慣是用Big5 OK 啊其實就是950 950 那 第一個喔 編碼方式 先選好 第二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分格符號 那他有兩種 選項 一個是 分格符號 還是固定寬度 那基本上 因為我們這邊是分格符號 逗點嘛 如果未來 假如你不是分格符號 而是那種好像有次序的 這個寬度的東西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固定 那個寬度的方式 匯入 所以我們用 分格符號 然後呢 反體中文 Big5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分格符號是哪一種呢 記得選 逗點 有沒有發現 逗點之後呢 他會幫你分格開來喔 有沒有 然後 其他的話 連續符號 這邊不用 所以特別注意 第二個 請你勾那個逗點 OK 然後呢 再下一步 那他問你說呢 這裡面的話 請問一下你這邊欄位裡面 是不是全部都要賄賂啊 如果假設你其中有一個 比如說你的那個客戶名稱不要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賄賂此欄 那他賄賂的時候這一欄就去掉了 其實等同是 你把那一欄刪掉了 不過這些我們都要 所以 我全部 都把它當一般好了 讓他自己去判斷 按下 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資料 叫 PODEC 逗號這個 工作表就幫我把它恢復成功了 最後如果說呢 我希望讓他欄寬自動調整的話 你可以選 A到H欄 在他們中間 任何一條線上面點兩下 欄寬把它自動調整 這個功能 等同於你格式裡面自動調的欄寬 一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已經練習 怎麼樣 先把那個 豆號的部分 先把 賄賂進來 第一個 那賄賂成功之後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 有沒有 這邊在 我們 範例檔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不過這個裡面 他中間這個地方 沒有任何東西 但不是空白喔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Tab 特別注意喔 另外有一個那個 PODECK的這個 檔案 他基本上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開啟舊檔 然後選擇文字檔 選擇 這個PODECK沒有 豆號的這個 按開啟 那他有什麼差別呢 基本上呢 前面的步驟都一樣 只有那個 另外其實 其實編碼方式喔 假如說你 不選那個 繁體中文 Bigify 其實Windows那個 AMSI也可以喔 其實這兩個其實 都可以喔 Windows點 然後下一步 選擇用Tab鍵 你會發現喔 Tab鍵 他會自動幫我把它格式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其實裡面就是Tab 用Tab 中間的那個 其實Tab就是Table鍵 Tab就是 表格的分格符號 OK 所以按下一步 完成 他就自動又幫我賄賂一個 OK 但是呢 剛剛的第一種 這是第一種方法 用開啟舊檔 不過其實說真的啊 我比較習慣 第二種方法 為什麼第二種方法呢 實際上 我把這個先關一下好了 假設這個 我們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給他好了 如果說我要賄賂的話 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第二種方法的話 請記得喔 就從資料裡面 一般啦 習慣上都會從資料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所謂從資料 意思說 外部資料 其實這個應該 應該這樣指的外部資料 那外部資料裡面包含哪一些 從 SS 待會用到 從 web 從web 就是從網路上 所以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有一些資料 從國外的 那個網站嘛 比如有一些什麼 股市啦 期貨啦 等等的交易 那也可以從web 那不過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是文字檔 所以你可以選 從文字檔 好像感覺 第二種方式好像比較簡單喔 因為第一種方式喔 如果你剛剛漏選的一個 開啟就檔這邊你忘了把它改成文字檔案 你可能也會找不到 你的檔案 所以 看起來好像 第二種方法喔 從 文字檔案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不過你會發現好像一樣是 看起來有點像 那個開啟就檔那個畫面 好啊也許你可以再試著怎麼樣 找那個 把那個逗點這個啦 不過 因為 因為匯錄之後的話 好像 後面的動作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至少啦 你就練習一下 了解一下 從資料跟從開啟檔案 兩者反正至少 你熟悉其中一個就可以啦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喔 從這邊好像 比較簡單一些些 OK那試著也是把這個地方 再匯錄一次 練習一下 這邊是逗點 然後下一步 然後按完成 放在哪裡 不過最後一個動作好像不一樣 最後一個動作他會問你說放哪裡 那我們把它 放在那個A1 這個地方 然後按個確定 OK好那就完成了 那待會的話 匯錄完成 而且另外好像感覺 剛剛開啟就檔好像沒有自動調欄寬 可是用那個資料裡面的匯錄功能好像會自動調欄寬 兩者之間好像 感覺上我的習慣還是用第二種方法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就是 利用那個剛剛講的 兩種方法 分別呢 匯錄 那個練習一下 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文字檔案 那這兩個 練習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要來看 我再開個新的工作表 如果我的資料 是在 SS資料庫的話 那一樣 我們也可以點選 SS資料庫 然後他問你說你的SS資料庫放哪裡啊 那我現在也要放桌面上 桌面上面裡面的話會有個 進階 然後打開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選擇的是 從SS 那我剛好我的範例檔案裡面也會有個SS 你一樣可以把它開起來 那也就是說 其實未來啦 如果 你的電腦沒有裝SS 可是你卻要把SS裡面的資料 拿來使用的話 其實有Excel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可以用那個 從Web 所以很多人 電腦裡面沒有裝 公司沒有買SS授權 反正沒關係啊 一台電腦 他做好 比如說他是管Database的人 他裝就好了嘛 其他人 只要是用 那就是直接什麼 把它開起來 那這個檔案喔 如果要共用也許可以把它放在網方上面嗎 大家一起去開啟他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可以達到那個資料 共用的目的 反正大家都來源一樣 這樣就沒有爭議了 不然的話呢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資料庫 那大家 以誰為主呢 就會有個問題 所以請各位可以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 文字檔案 跟那個 SS資料庫 先試著開一下 SS資料庫開啟之後 其實他也會跳 這個畫面 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匯到哪裡 那其實他有三種方法 不過我還是比較推薦用 第一種 匯到表格 那第二種方法是匯到 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因為你匯到樞紐分析表 他就直接就跳到樞紐分析表的畫面 然後把欄位都帶過去 那會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你沒辦法再去做修改 資料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直接去連那個 SS資料庫 所以如果你要經過後續的 修改內容 然後再產生樞紐分析表 那你可能要匯入的話 就匯第一種 表格部分 匯到哪裡呢 A1儲存個案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 SS資料庫呢 幫我把他丟到 Excel裡面來了 所以 記得喔 這邊是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也許這邊的話 把工作表名稱改一下 ACCESS SS 那這邊的話呢 也許工作表是 TST 那你會發現 哪一期化匯進來為什麼 SS 他匯進來的東西比較漂亮 沒錯 因為他匯進來之後 是幫你匯成一個表格 那如果你用文字檔的話 匯進來他就是一個範圍 他不是一個表格 那表格的話他已經幫你做格式化 處理 所以呢第一個 請各位練習就是說 先將那個 TSD 匯到那個 就是先TST啦 兩個方法 一個是 我們用開啟就檔 一個是用那個 第二種方法 從匯本 看看 資料裡面的那個 從 從 文字 檔裡面 幫我做匯入 那不過你 如果用 從 資料的從文字檔 你可能要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給他 他最後會問你說你要匯到哪裡 OK 那在我的範例檔裡面呢 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 逗號 一個是 TAB 這兩者 我想你可以稍微 熟悉一下 因為 大部分會給你資料大部分都是用豆點 不然就是用TAB 比較少用其他的 看來看去好像很少 也偶爾會有用空白的 不過用空白的可能性比較低 絕大部分好像還是用豆點的機會會比較大一些些 另外的話呢其他還有像什麼 其他的格式像什麼CSV CSV其實就是豆點 中間就豆點 所以 其實以後你如果你要開的話也可以用同樣的模式 只是說呢 可能會有比較會問題就是你開啟的時候那個編碼方式 記得一定要選對 你要選成 別的編碼方 因為別的編碼方 打開之後裡面就亂碼了 什麼都看起來就是不對 然後記得喔 我剛剛選的是 用那個 CP950 用那個 繁體中文裡面的Big 5 記得要選對